请看海善如何用自己的身子打了一个结 他把这个结不断地向上移动 最后把章鱼推开 斗争情况表明 这种交战对双方都是危险的 但是多数情况下海善占上风 章鱼的敌人不只是海善 他们在珊瑚礁中游动时 缺乏保护异兽攻击 虽然他们视力很好 但是某些不施动物 有时会向他们发动突然袭击 鱿鱼是一种天生的伏击性不施动物 它又是自己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的保护色 从而使自己在开阔的地方进覆海里等待猎物 它只是在珊瑚礁上选择一个适当的地方 由鱼身上的凸起 与珊瑚表面的不规则形状完全一样 根本不可能把鱼与背景区分开 这条黄头大鳄鱼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 由于静静地等着 直到毫无提防的猎物游到跟前 然后突然向前冲击 我们再看一遍 它喝了一大口水 把大鳄鱼吞下肚去 然后把多余的水吐了出来 这一大口水不仅产生抽吸的效应 而且减少了摩擦力 从而使鱼能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冲去 强有力的尾棋 两个大凶起 敏锐的势力巨大的作用 这一切是犹豫成为一个出色的猎手 攻击距离和速度必须下到好处 新鲜热土 Al墙 增长 绝于 转 65